你有什麼要交代的嗎? 嗨,大家好,我是Renny 我是霍昕 今天又要交代什麼生活瑣事呢? 你好像蠻多生活瑣事的 我先開頭先講一下好了 最近開始有人留言給我們了 對啊,最近有收到一些網友的反饋 聽友的反饋 他說我們就是怎麼樣 就是很愛,怎麼會這麼多瑣事可以講 對啊 而且我們一個禮拜上兩期耶現在 我們就是很會碎嘴 好會碎嘴喔,但笑死我了 所以說好,我也不一定是一個禮拜要上兩期 他就是可能剛好有時間就錄啊 然後就上這樣 我們也沒有 其實我們也沒有規定一個禮拜上幾集 是沒有,但好像一個禮拜都有兩期 代表說我們真的好多廢話可以講 真的很廢話 真的 說到這個你最近青春雞店裡有新產品對不對 要不要推一下 好啊,我最近就研發了一個新的就是炸物 叫豆乳炸雞爪 那他吃起來味道是怎麼樣? 他其實就是我在醃料的時候是用豆乳加上我們一些配方去把它醃製出來的 所以他其實有那種 豆乳是豆腐乳嗎? 豆腐乳啊 就豆腐乳 然後用豆腐乳去調醬 去醃我的雞爪 然後去炸它 我覺得真的是美味耶 因為其實我以前不敢吃雞爪你知道嗎? 我以前頂多只敢吃東海雞爪凍 那是我唯一敢吃的東西雞爪凍 但是我完整的意思是雞爪我真的不敢 那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朋友叫Luke 然後他就是推薦我吃炸雞爪 我真的有一次他把那個滷好的雞爪拿來給我炸 然後我自己炸完之後再加上我們自己的粉 OMG怎麼會這麼好吃啊炸雞爪 我一個人可以吃10支耶 好啦因為我這邊的話 因為我本人是不愛啃東西的人 所以在雞爪對我來說沒有什麼 但你自己有吃過你覺得口味怎麼樣? 我覺得口味很好吃 但我只是差別在於我就是不愛啃硬的東西 但是香的吧? 因為啃硬的東西 我問你是香的吧? 是很香啊 很香味道真的很香 對啊 其實我個人不愛啃東西 但這個配酒我覺得是一個好物耶 對他很適合當下酒菜 對啊 所以如果有機會大家可以吃吃看 豆腐乳抓雞 欸豆乳抓雞 豆乳抓雞 你又有什麼問題? 豆乳炸雞抓 到底有什麼問題? 真的很難嗎? 唉唷 你平常講到正常 可是要錄音就開始怪怪氣了 可能被郭仔傑附身吧 可能被郭仔傑附身吧 跟郭郭仔傑附身 也要怪槍怪掉的 他其實蠻便宜的 一隻十塊對不對? 對十塊而已啊 所以對你有機會可以來青春季吃吃看 豆乳炸雞抓喔 你是不是有什麼要分享什麼? 什麼? 什麼? 我最近我們店裡有進一個新的家室品牌 不是青春季 是在我工作的地方 白貨裡面有進那個牌子 然後一個日本的 然後他有進一些筷架 你知道嗎? 就是筷子架 是不是那個木頭的那個筷架啊? 不是木頭的 他是金屬的 金屬的? 新的品牌是不是? 對新進的 然後就是有一些 圓形的啊 然後就是什麼X型的啊 然後我一開始看到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圓圓的 然後反正就是他是筷架 然後那個我同事說 欸?進了新東西 然後你說你看這什麼? 然後他就說是屌環 我說屌環?屌你媽 屌... 我說這筷架吧 他說對啦 中空嗎? 他是中空嗎? 對就是跟屌環一模一樣 然後我就問我同事說 他說 我說你知道屌環怎麼用嗎? 他就說屌環? 屌環不就是套在老二上嗎? 我說那是要把鎬丸套進去還是不要套鎬丸? 他說誰要... 他就說怎麼可能套鎬丸? 那就拔不出來啊 然後... 然後我就Google給他看 我就說事實上就是要把鎬丸套進去 喔對啊 是吧? 對沒錯 屌環就是要把鎬丸一起套進去 他說太扯了吧 那這樣不會壞死嗎? 我說硬太久不會壞死這樣子嗎? 我說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有研究過 我也沒套過屌環 只是我有看過人家套屌環 就是他是套在那個... 我也看過欸 套在那個鎬丸的後面嗎? 對啊 但實際上我很想知道說 他屌環他是... 就是可以打開嗎? 不行啦 他就是環啦 就是... 那... 那拿不出來怎麼辦? 我不知道他... 而且怎麼套得進去 因為你要把鎬丸塞到那個 那麼小的那個環 這樣塞進去 應該是有分大小吧 環有分大小啊 對 可是你要... 你那鎬丸要怎麼塞進去 因為你如果太鬆的話 你塞進去他又會滑出來啊 所以他要找一個 剛好適合他的大小啊 我真的很疑惑欸 但我說到屌環 我想分享一個故事 因為這故事也是蠻有趣 跟屌環有關 就是... 我以前不是都會去健身房運動嗎? 運動完之後 我本身的體質 就是不太會流汗的那種人 所以我只要運動完之後 我就想說 那我就去蒸氣室蒸一下這樣子好了 我看有沒有機會 把我的汗給排出來 因為我就是太不容易流汗了 所以我每次找運動完就去蒸氣室嘛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去蒸氣室 就正正正正正正 然後當時就進來一個人 就會圍著那個浴巾走進來 你要連浴巾都忘記 你真的死一次了 就這麼聊天 他就圍著浴巾走進來 然後他就莫名其妙 因為其實那個蒸氣室蠻大的 那我就坐在椅子上面 然後他就是靠我很近 比如說我可能在這個位置 他可能在我前面 可能不遠處這樣子 背對著 我想說你可以 其實我心想說 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坐 那椅子這麼多 你幹嘛不會去其他地方坐這樣子 他硬要站在我面前 然後接著呢 他就開始轉過來 然後就假裝自己在調整那個浴巾 就打開他的浴巾給我看 然後他就套著叼環 然後勃起的狀態 他對著我 我心想說什麼意思 然後假裝我沒看到 他又把他關起來了 他可能覺得說你對他沒意思吧 不是我跟你講 這個動作要重複了至少五次吧 就打開關起來 打開關起來 打開關起來 有一種棒殼金的概念 我把這個故事分享給我朋友 然後我朋友跟我說 他是不是在跳孔雀開屏舞啊 就打開關起來打開關起來 這樣子在求偶 孔雀求偶舞 那我想說 好奇怪喔 為什麼運動 好不好運動要帶個屌環進去 進去就是 啊就是打泡啊 有些人就是想打泡啊 你知道運動完荷爾蒙上身 很想打泡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在健身房亂搞這件事情 有些人可能覺得很刺激 但有點髒 好啦 這是我就是想分享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 帶屌環的故事這樣子 好吧 我們真的是要找一個 真的有帶過屌環的朋友 我們才能問他 因為屌環 就是很很妙啊 很妙 好再聊一個小小小的生活所事 不是 因為我在那個百貨店裡嘛 然後因為我們有時候就會喝水啊 或者是手機 因為每個人就會偷玩手機這樣 然後有時候客人一來 我們就會可能把那個水瓶就放放 有時候會放在那個椅子上這樣子 然後就去接客 然後就是 就是那個我發現客人真的都很妙欸 他們都不看商品 然後都很愛看 就是我們私人的物品 因為我每次放水啊 有一次我就把水放在那裡 然後客人就經過 他就拿起來看 然後另外 那個時候我都沒發現 然後我另外一個同事 他就跑過去 他就說 他說 不好意思 那個是我們那個員工的水瓶 嗯 他說甚至還以為客人還把它打開聞 就是裡面我有裝水啊 就你知道我那個玻璃水瓶 我知道啊 我的水瓶就是一個玻璃水瓶 然後外面是套著那種 就是防撞的那種 那個套子這樣子 然後想說 超多客人就喜歡拿起來看的欸 而且還有人問說 這多少錢 我想說 我跟我的同事說 我下次要不要進水瓶來賣啊 我覺得你們不能怪客人欸 我覺得是跟你們成列有很大的關係欸 不是我就 那個水瓶 它就是有人在用的水瓶 沒有 我覺得你們家 我覺得你們不能怪客人 我覺得你們不能怪客人 因為你們店本來成列 就跟一般的成列不一樣 你們很喜歡把成列瓶放在椅子上面 或是把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上 然後你們的成列方式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就不喜歡讓客人抓納 是這個原因喔 所以我就跟你說 你不能怪客人 因為客人可能真的覺得 他是一個某樣商品 喔 因為你們太多東西 都放在椅子上面成列了 因為那就是成列的道具啊 可是就是 對啊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你不能怪客人 說客人愛拿你們的東西 因為他可能真的以為他是 不是他 我們很多包包什麼 他們都可以看 然後為什麼你要看一個 很不相干的東西水瓶 他可能就想買水瓶啊 而且甚至就是 好像是上個月吧 我連續被問了三次 就是我手機都會 可能客人拿我的手機放在這兒 然後我就去接客 然後客人就會說 不好意思 那個有客人手機掉在哪 我說不好意思 那是我本人的手機 對啊 我就直接看他講說 這是我本人的手機 然後他們 我被問了三次喔 就光上個月 我就被問了三次 我想說 到底有多愛問人家手機 也就放在那兒一定是店員的啊 怕客人掉啦 我們店員 我們客人 店裡客人已經那麼少了 還會有誰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你們不能怪客人 因為你們手機本來就 正常來說 售貨物就會手機不離身啊 所以你不能怪客人 亂拿你們東西 或者是帽子 有時候我在店裡 會把帽子 就是我戴的帽子 把自己的帽子脫掉 我就會放在那兒 然後客人也說 想說都會拿起來看 然後就想說 為什麼我們店有在賣別的帽子 偏要拿店員的帽子來看 一樣啊 就一樣的問題啊 所以客人都很喜歡看 就是二手物品嗎 沒有 他們以為那有在賣 然後他可能 剛好對你們的東西感興趣 所以我們店員有一個 也是時髦的店員 叫Charko 然後他有時候 會把他自己的外套 都披在那兒 因為好熱或什麼的 然後客人就 他披在那兒 一定會有客人拿起來看 可是 就是因為 就是你們的單品都好看 因為你們店員都穿蝙蝠上班 對 所以你們的單品 本來就是蠻時髦 或好看的 可是我們店裡的衣服 有些也是很好看啊 他們就不看吊遮 偏看我們就是 亂丟在旁邊的那些 所以你們有發現 你們家陳列都亂陳列嗎 就亂丟在那邊啊 我們亂陳列是故意的 我知道 但是我們本人的衣服 當然都是真的亂丟 可是就是很像你們的風格啊 我想說客人到底有什麼事嗎 為什麼我真的很愛亂拿店員的東西 蛤 我覺得水壺 水壺我真的匪夷所思耶 我覺得這不能怪客人 這真的不能怪客人 這是因為你們有賣家事品 所以他真的以為有在賣這個東西 而且拿起來 我很想理是哪一招 我想說他以為那個是什麼相分嗎 有可能啊 誰知道你們家都賣什麼怪東西很多啊 好啦好啦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是你們的問題 是啊 好啦 欸你是不是有什麼所思要交代啊 你的 我上次不是有分享過一次就是 我上次不是有分享過一次就是 Uber的客人 不是Uber客人 Uber和FuPanda的 UberEat UberEat的客人 跟FuPanda的外送員 說錯了 UberEat跟FuPanda的外送員 不是都會來我們店裡嗎 然後會取餐 好愛跟你聊天 很愛跟我討聊 對啊然後就拖個五分鐘對不對 那天又來了 我這禮拜又遇到了 可是他這次不是跟我聊天 他是這次很快進來取餐 但因為那天剛好我們家的門口 有一隻狗 就在我們的店門口外面 嗯 他就跟那隻狗玩了五分鐘 你說他拿了你的餐到門口 之後他就不送餐 然後就跟狗玩 對玩了五分鐘 他是什麼意思 我真的不懂 他像衛生嗎 我真的不懂什麼意思 然後又耽誤了送餐時間 對 然後又要害你被客人 就是扶貧這樣子 我真的不懂 我跟 是很Chill 還是因為就來我們店 就覺得很Chill 然後就很喜歡 就是很放鬆嗎 有可能 但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你在這邊就是 這次不跟我閒聊 然後是跟狗玩 喔 拜託你們好好送餐 不要再分析 我不想每個禮拜都講 就是這件事情 對啊 你上一集才講過 還是上上一集才講過 反正是上禮拜的事情 我記得我上禮拜有一集就講這個東西 好啦 對啊 好好送餐好不好 好外送人員 可是你這樣 如果就是 你這樣可以去 講吧 就是跟Uber講 或是附陪 我好像可以幫 外送人員評分 對啊 你還是可以留言嗎 還是怎樣 就是留一些 我通常都不會給他們評分 我想說幫人家打分數 是一件好討人厭的事情 是沒錯 可是有時候真的是 影響到你的 信譽的話 我覺得還是需要 我可能要研究一下 因為我記得上次有一次客人好像 就是覺得有一個外送人員 其實態度非常的差 然後立刻打電話 然後我們店裡抱怨 然後說 我覺得你們差很好吃 但那外送人員態度太差 可是拜託你們就是 檢舉他 或什麼之類的 他還特地打來店裡 叫我們去店家去檢舉那個回送 對 我想說他真的是很氣 很氣耶 對 所以好像是可以的 那我現在研究一下好了 好啊 對啊 好那換我 我有一件要靠北的事情 又要靠北了 因為我最近不是買了新的那一盒口罩嗎 對啊 那個口罩叫 品牌我突然忘記 你知道 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種 就是有那個 那種鐵絲的口罩 對啊 他就是那種立體型的 然後扁的 一體成型的 對 那戴起來我個人覺得戴的感覺是很舒服 但是呢 他的包裝就是 他是黏在一起 他就是一片 然後你要拿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它找一個撕開這樣子 才能戴 我每次在上班前要戴口罩 我都要在那邊撕半天 那我想說 幹我都要遲到 然後再找那個洞 然後再撕那個口罩 才把它撕開 你知道那個 他黏得很密 有時候你還要就是稍微搓揉一下 或者是要真的要找那個小 其中一個小洞才把它撕開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懂我形容的 就是 那種口罩 但一開始 一開始我也覺得很難吃 但我發現其實好像沒有這麼難吃耶 我個人每次有兩三次都是 我現在遲到了 都已經趕著要出門 或者叫Uber 車已經來了 我都已經要 我要出門了 然後趕快在那邊找半天 然後就 超緊張 然後背都要濕了 你也太浮誇了吧 我就是很討厭 就是出門前 任何干擾 我要順利出門的事情 因為我都會抓得很準時的 到店裡不會浪費1分1秒 我不會就是太提早來 我都要大概59分的59秒才踏進去打卡 我以前真的沒辦法 我以前都要就是提早到位 我個人就是很怕 就是delay時間 我都會就是在家摸到最後一刻 才肯安心出門 你好奇怪喔 反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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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口罩我下次真的不會買了 可是那種口罩 而且它其實蠻貴的耶 它一盒 你當然跟我說三百多 299 50片 對啊 可是現在口罩好像都降價 好像一百塊就可以買到了 反正就是康斯美買在哪裡 反正就 那口罩我真的是 還是我個人是 手腳有問題 手腳有問題 沒辦法去撕 撕不開還是怎樣 也是有可能啊 手殘 還怪你 好 那我們要進入到 聽新聞的環節囉 這禮拜有什麼新聞要聽啊 我第一個想分享 是我在我朋友的那個行動看到的 他就分享了一個叫做 九尾妖狐日本殺生死金船碎裂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日本殺生死還有九尾妖狐 因為你那時候 就是你說你要聊這 我說這個是什麼 這很有趣耶 好我介紹一下好了 反正就是 新聞報道是這樣講 他說就是在中國和日本兩地 都有九尾妖狐的神話傳說 然後在日本這個地方 甚至有很多九尾妖狐的化身 等下你在唸新聞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有點感情 你感覺好像在背書耶 我沒有辦法 因為他的故事就是這樣寫啊 反正日本許多地方 甚至都有九尾妖狐化身的殺生死存在著 然後石頭上甚至有神之人用來進化的 祝戀神 然後 你要不要解釋 你這樣唸我其實聽不太懂 簡單說就是 殺生死就是九尾妖狐化身的儀式 殺生死是一塊石頭 一塊石頭 那它位在哪裡呢 位在日本的某處啊 什麼意思 我總不能在路邊看到一顆大石頭 沒有啦 其實是有一個地方是在那個殺生死 然後這個殺生死是在 這字我不會唸 叫板木線嗎 好像叫板木線吧 就日本的某個地方叫板木線 反正那個線裡面有一塊石頭就是大家公認的 就是傳說就是那個是九尾妖狐化身而成的產物 所以九尾妖狐它會變成石頭 可能被封印或什麼之類的吧 被封印在那個石頭 石頭裡頭 然後所以它石頭外面不是都會有剛剛所說的柱鏈繩嗎 會把它這樣包住 你說有那種像類似麻繩那種 對那種東西 對那其實通常我們不在漫畫都會看到 這種才會看到什麼九尾妖狐的東西 然後因為最近呢 在五日的下午發生 一件事情就是 五日你說九月五 三月五號 對三月五號 這很新的新聞 他說那個石頭碎裂了 碎成兩半 突然就這樣碎了 加上那個柱鏈繩也斷成了兩半 會不會是有人把它敲爛 不是 所以很多人說 因為它是那個嘛 九尾妖狐的化身 所以你想像 如果在漫畫看到這個場景 是不是就是石頭如果斷掉或破掉 代表說救了妖狐現身了 救了他有現身嗎 還沒有發現他現身的消息 搞不好他就跑走了啊 所以就不知道啊 他怎麼還讓你看到啊 而且他們說 他們說這個東西 就這顆石頭啊 距離上一次殺生石碎裂 已經是637年前的事情了 那時候發生什麼災難什麼的嗎 也沒有記載 傳說 新聞是說 日本南北朝的住 好像沒有耶 他沒有說發生什麼災難 大災難 就只是可能九尾妖狐就現身了吧 所以那時候有人看到現身嗎 我想應該是有吧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九尾妖狐的傳說 然後現在殺生石破了 所以代表說九尾妖狐可能又要現身了 OK 所以 反正也沒有人看到他真的現身啊 對 只是現在已經破裂了 反正就是 一個傳說而已 但現在就是日本的那個 就是網民們 就議論紛紛這件事情 怎樣 殺生石破裂啊 又沒有傳出什麼 有人看到妖狐或什麼這樣子 就還沒有嘛 誰知道現在逃去哪 好吧 那只很期待那個 接下來有沒有 就我妖狐出現 對啊 這樣才有爆點啊 誰要看石頭破裂 那到底有怎樣 欸他上次破裂是637年前了欸 喔 好啦 不許那麼冷漠 好 那我想要再分享另外一個新聞 好 這新聞跟時尚圈有一點點關係 時尚圈喔 也不算時尚圈 算網美圈吧 網紅 有KOL圈嗎 蛤 我覺得他不算KOL欸 我頂多 網紅網紅 頂多叫網紅 不叫KOL 會不會太過分 不會啊 好啦標題是這樣下的 他說 網紅 網紅威力賣4000元的二手精品福袋 民眾怒控是假貨 他發聲回應了 好 然後 是什麼事情 就是一個網紅啊 他叫威力 然後他靠著經營YouTube跟IG 而紅的一個男子 然後他就 男子 你為什麼在奇怪的地方斷捲蛇 反正他就是要發揮他自己 反正他就是有一點影響力的人嘛 爆料公司上就有人透露出 他自己花了4000元 賣了網紅威力的福袋 然後 他聲稱內容物會有精品 沒想到 那個裡面都是山寨的精品 淘寶的山寨貨 都假貨就對了 都是假貨 OK 4000塊是想要多好 不可能買到什麼 然後其實這個網紅威力呢 他其實常常有說 就是 購買錢我不接待一些客人 買賣東西你請我願 誤當莫名baby 不接待不是我的粉絲切勿購買 但其實這是他粉絲購買的啊 我聽不懂你剛才覺得什麼baby是什麼 就是 他的發文就這樣子啊 你自己看 購買錢不接待一些客人 買賣東西你請我願 誤當莫名baby 好奇怪的文法我看不懂 這個網紅也是沒唸書 我常常有跟我朋友聊這件事情 因為聽說這個網紅以前是靠調色起家的 調色是什麼 就是那種色調啊 照片色調起家的 叫調色起家 很會修圖啊 但我講一下這個人喔 他很特別 因為聽我朋友講說 非常多的網美追蹤他 為什麼要學他調色 因為他覺得他很厲害很會調色跟拍照啊 有嗎 我看剛剛那個調的 然後我跟我朋友在聊說 他還跟我講說 其實我們身邊有非常多的網美們 都視他為偶像 覺得他很會調色 我覺得不方便說是誰 但你一定都知道他們是誰 就網美們 可是他也是很大大大大 就是他的IG上面 販售假貨精品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都買單 可是他剛那一番解釋 他有說 他賣的是真貨 被誤會嗎 一直這樣 沒有啊 他的擺明就是賣假貨啊 他已經說 反正我就是賣假貨 你們要 你就當我粉絲 你就不要在那邊靠腰這樣子 對 但我很不能理解耶 為什麼你賣假貨可以這麼大啦啦 他不會被告嗎 很大的問題 因為聽說他一開始 他的IG有12萬多人追蹤 被檢舉了 所以已經消失 所以他又重新又創了一個新帳號 他目前還有7.2萬人追蹤 所以我想說你全身都穿假貨 也不對 我朋友說他身上可能是穿真貨 但他都賣假貨 好吧我真的不懂網紅的世界 而且我更不懂是我身邊這些女孩子進來奉她為偶像 他 對啊而且他調色 他的氣質 OMG 他的調色 到底厲害在哪 我就看不出來 我也看不出來耶 對啊 就好像也不是高級的 就是很普啊 普到不行 就是隨便 一般人都可以調出來這種東西 我不懂耶 但好多人追蹤他喔 超妙的 所以我想跟你探討就是 你能夠接受別人賣假貨這件事情嗎 當然不行啊 而且我覺得他已經是有個影響力的人 他竟然還賣假貨耶 不管是有影響力賣假貨 我覺得不對啊 對啊我覺得這是輕放著作權這件事情耶 而且你又穿假貨被 我覺得穿假貨很糗耶 我覺得你穿假貨你不如穿路邊攤 不要沒有牌子 我覺得那還穿得好看 對這是我想跟你討論的事情 因為我很不能接受就是 你為了要彰顯自己好像穿名牌 然後明明知道他是假貨卻去買 你不如就是穿一個 就在沒有牌子當好看的東西 對啊你就穿了一圈的NZARA 我覺得穿得也 也可以穿得很時髦喔 這個價值觀念我覺得很不OK 所以我當時看到這新聞的時候 我真的充滿了問號 就這個人的 唉算了 好啦那我們就下一個娛樂圈 下一個娛樂圈呢 我要聊咒怨 大家知道咒怨嗎 就是 咒怨裡面不是電影裡面有一個小男孩嗎 就是俊雄 俊雄 全身土板 俊雄呢他長大囉 然後這幾天我看到一個新聞 他長大的樣子呢 我只能說 你看認不出來 他長大現在是這樣 我給你看照片 欸 欸 他變成 壯熊 壯熊欸 就是 就是台灣同志很愛的壯熊 很壯的熊男 差太多了吧 差超多的啊 他現在就是 我形容一下他的長相好了 他現在就是理的 就是短髮 然後敘弧 超壯的 我覺得他在台灣的熊界 應該成為天才 對 有機會 熊應該會很愛他 對 跟他小時候的形象差好多喔 長大然後練壯 變好壯的肌肉棒子喔 對 那你看印象很多人討論吧 他算是肉壯 他不是那種快快分明的 他就是肉壯 可是標題寫他是肌肉猛男耶 那標題不要理他 他們都亂講 反正大家可以去搜尋 俊雄長大後 他就可以看到他就是壯熊 欸好精彩喔 他就PO了他最近的照片 就一個裸上身的 然後他說他花了十年的時間挑戰 然後他 就是放下 讓我們放下過去 每天一起努力 變成更好的男人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新聞 真的糟糕念很難念啊 對 他就是想要放下過去 那個小俊雄這樣子 他想要變成 那他也變化太大了吧 很Man的男人這樣子 他成功了 他有一張照片是 由下往上看 然後就是透過他的 兩個大奶 他奶應該有F罩杯吧 就是奶也很大這樣子 對啊 但肚子也很大 他就有三塊 三塊這樣子 但他的奶是 好大喔 他的奶不是那種壯奶 他是有點 微錘 微錘奶 我只能說就是 大家去Google 愛熊的人 應該會覺得他 大家去Google的照片 真的蠻妙的 對 好 這是 這個禮拜的閒聊 六月圈有一個很轟動的大新聞 我那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真的整個被嚇醒 真的傻眼 就是 大S他竟然又要結婚了 真的 而且他的結婚對象是那個 以前的庫隆 你說就是那個光頭對不對 對那個劇劇營 對 唱那個 小時候有 有經歷過他們這段新聞 因為我小時候很愛看娛樂百分百 然後也喜歡看那個 那個SOS 所以我就知道大S小時候 很迷戀他 小時候有跟他傳過一段緋文 而且當時好像是大S真的很愛他耶 是大S好像主動就是很害羞 因為我最近有看到那個新聞片段流出來 什麼之類的 是喔 對啊 我已經忘記了 他就是新聞片段流出來 就是大S其實就是 小S就是在訪問 就是庫隆的時候啊 然後大S就是在旁邊 就是一副就很害羞 跟很不知所措這樣子 那個時候好像韓流在台灣 還沒有到很紅 他們算是算第一批吧 對就前面的 前面很前面 而且他那首歌 不是全台灣人都會唱嗎 對那個曲調就是 很好記啊 很顯眼 到現在還記得 洗腦到不行耶 對啊 但你知道這段感情其實 真的很像偶像劇耶 超像的啊 因為大S就是 離婚了大概三個月吧 然後他說 他說劇耶就是好像在他離婚的當時 就打了電話給他 你說一離婚就立刻打電話給他 看新聞是這樣 知道他離婚的消息 然後就撥亂通電話給大S 然後不是四個二十年大S 他就去翻那個電話號碼 發現他有大S號碼 然後就打給他 然後大S還接了 然後接了之後 就展開這段戀情 因為我記得大S以前還去學韓文耶 就為了他去學 對因為他們真的有交往過一年啊 對他們真的有交往過一年 你知道這個劇軍營啊 他還被就是那個韓國媒體訪問 就是這件事情 真的假的 因為他當時有問他 韓國人有在認識大S嗎 我還不知道到底有沒有認識大S 但劇軍營有上節目 就是談這段感情 聽說現在在韓國好像也滿轟動的 真的假的 對啊 因為太浪漫了 對 四個二十年 重點是喔 你知道他最後一任女朋友是誰嗎 你知道是誰嗎 誰 新聞媒體報導說 他好像上節目講說 他案子是大S 案子是大S 所以他這二十年來都單身 單身 真假的 對啊 你看這大S的戀情就像偶像劇一樣啊 哈哈哈哈 這個 就這個男的等了他二十年耶 王小菲二十天是跟王小菲結婚 但這個男的等了他二十年 然後決定要結婚 這個 我只能說oh my god 先說他單身二十年 我真的很難相信 但是是滿浪漫的 真的是滿浪漫的耶 可是就很妙 因為他們又不在同一個國家 然後 現在他們就是只通過電話 就是談感情 到現在 然後好像是 3月9號吧 就要那個 居然要來台灣 跟大S 對啊 我看到的新聞是這樣 然後要跟大S 就是 他先隔離嘛 那隔離完 然後之後就跟大S見面 然後好像會在台灣待兩個月 兩個月之後 他就把大S接回韓國 但不知道 因為還有一篇報道起來說就是 大S他媽就覺得說 我不認識這個韓國人 然後 怎麼可能 他媽小時候 不知道這件事嗎 可是他媽應該覺得大S 依然很任性吧 在感情上面 就是 閃婚到閃婚到不行耶 我說 就是敢愛敢恨啊 然後他都是幾歲了 他都四十幾歲 那其實他們現在已經結婚了 那他如果兩個人來台灣相處 然後可能發現 好像不適合或怎樣的 那他在離婚 那真的也無所謂吧 吃半個手續而已啊 謝謝 那乾脆不要結婚算了 沒有啊 總是要先相處 而且他要來結婚 他才能入境台灣啊 但我個人覺得他們兩個應該是 蠻熟悉彼此的 至少以前曾經交往過 對啦 而且我覺得他們應該就是一度很 思思念念這段感情 就是可能他們 午夜夢回中還是會想到說 我以前曾經跟大S 或是我以前跟光頭交往過這樣 因為他們分手是因為 劇靜燕他們那時候當紅啊 經紀公司租籃啊 好像是耶 不能談戀愛 所以他們並不是什麼 不愛對方而分手 是因為 被逼的分手 對啊 反正至少他現在脫離了媽寶啦 媽寶 會不會講話太過分 其實我也有這種感覺耶 因為就是 我曾經看到他本人啊 就是王曉飛跟大S 兩個人有來逛過我們店 那王曉飛一直給我感覺 就有一點 像土豪的那種感覺 為什麼 可能是中國人的奇心 因為他們講話真的很大聲 就是他連在店裡 他就會直接用 吼說老婆老婆這樣子 你要吼給我聽嗎 多大聲 就老婆老婆 然後就很大聲啊 就我們店有一百多瓶嘛 這整個店其實你都聽得到他的聲音 這麼大聲 對 他根本是獅子吼吧 就是 他吼大 不是就是 聽得出來就是那種 中國人他們講話的那種口氣 就是他們講話真的習慣很大聲 就是用使喚的那種感覺 是嗎 可是我碰過的一些中國人好像還好 因為我之前 所以我才說他像是那種土豪型的啊 喔 就是 就是比較土一點的 對 因為他可能從小就是生長在一個很有錢的家庭 然後他媽媽也是就是那樣 嗯 就是張藍嘛 你知道他常直播的那個樣子 就是覺得 喔 他就是 貴婦啊什麼的 所以他從小一定就是被溺愛在那個家庭裡 當然他的個性就會變這樣啊 喔 對啊 好啦 這是蠻有趣的 反正至少大S現在要準備邁入幸福的婚姻了 那我們就是 祝他幸福囉 對我真的覺得說 就是 但是他的個性感愛感恩真的我還蠻欣賞的 好那我們就來到看劇囉 單元 你要推薦什麼劇 因為我最近在看 你沒有在看啊 我最近就是 在看Netflix的81號檔案 你還記得這個嗎 其實我們有看第一集 但是看到一半 然後我們就睡著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算了 我真的忘記了耶 在講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恐怖片 就是在講說有一個男的他在修復錄影帶 喔我想起來了 因為後來我就想說最近沒什麼劇嗎 我就想說那我就再衝看 我記得不是好像蠻好看 是你睡著吧 我沒睡啊 就是一開始他步調非常慢 然後你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反正就是在修錄影帶 反正他的劇情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一個男的他被聘請到一個空屋裡面 然後就是那個大老闆 就請他修復一個90年代的 那個一連串的錄影帶 然後他就是因為他說好像調查 那個什麼一個火災 然後那個錄影帶可能有線索這樣 反正那個男的就進去 然後他在修復錄影帶的過程中 就發生了很多靈異事件 然後還有類似穿越時空的 就是錄影帶 因為錄影帶的人是90年代 所以他就可能有到穿越時空去 你說本人穿越到90年 然後就是很奇妙 然後又有牽扯到邪教跟招魂這方面 怎麼這麼複雜啊 就是他連串到很多 但我覺得很精神 他步調真的很慢 但是他就是氣氛後來營造的很好 因為其實你光看前面到三集 你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你就只要他在修錄影帶 然後就會看到錄影帶的那個畫面 前幾集都是在修錄影帶 然後那個畫面就是一直就是 延續到就是那個 錄影帶裡面90年代的人他在幹嘛 就一個女的啊 反正他就是在公寓裡面要調查一個 他媽媽死中案啊 然後發現那公寓人都很怪 好像在拜邪教或什麼的 反正就是這個錄影帶他就是穿插穿插 就是也是現代 以下要到90年代 就是現在90年代這樣子 反正就是 可是他的氣氛營造得很好 就是很詭異 所以蠻推這部戲的 我覺得很推 但是他也很有耐心 他不會讓你看不懂 那看到第幾集才會覺得很精彩 我覺得第五 第四第五集 應該就會開始會覺得很有趣耶 那正在幹嘛要有耐心耶 對因為他步調 前面其實步調真的很慢 而且他的畫面偏陰塵 就是黑黑的那種 所以 那就是真的很 因為後來我發 我有去查他 上網查他的評價 大家給他評價都是好評 所以他氣氛處理得很好 有啊其實我當時看第一集我覺得蠻好看 只是你當時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想繼續看下去了 因為那天 想不想自己默默的就先看了 對可是那天有點累 可能就有點想睡 結果沒有去看 可是後來因為就是 這我不想爆了耶 雖然大家去看 但是 就大家去看吧 好好好 沒問題 他可能有在跟某一些致敬 比如說企業怪談那一類的 哦 他可能有在致敬 好啊 對 好啦要進入我們這 本週最重點的 時裝經單元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們現在就是 時裝周現在如火如荼正在走進行動 而且很多人反應說我們的時裝經 他們想聽 我們怎麼評論 蠻妙的 什麼意思 我們都評論了 就是隨心評論吧 對 反正現在就是來到了 巴黎時裝周囉 就是時裝裡面的 不需要解釋那麼多 你直接進入就是想介紹品牌好不好 好 反正現在我們 今天要講的品牌有三個 我們先講Celine好了 好啊 Celine 她現在走的是男裝 我先講一下 因為反正現在時裝都大亂 我也不知道現在大家都走女裝 但是 偏偏就是有Celine她要走男裝 我不好意思 他這主題不叫boidot嗎 boidot就是男孩玩偶 對 然後她的 你覺得她衣服怎麼樣 Celine的衣服嗎 需要看一下照片是不是 我回憶一下 Celine這次的衣服 就是讓我覺得 好難穿喔 就是真的要很有搖滾味的男孩 或是你真的是搖滾人 音樂人 而且你真的要長得不流氣耶 因為她的衣服整個都是什麼亮片啊 然後 然後就是很 她也不是牛郎味 就是她 我不會講耶 就是好多的就是 你的氣質可能要 夠鮮耶 夠鮮你才能 撐得起這個衣服 對 如果你是 有點油 稍微油味的人 你穿就會更油 或是你會 變得很土 對 因為她東西就是亮片啊 然後 那種 流蘇是 那種一條 那叫什麼 流蘇是有一種 金蔥的那種 對 是金蔥 反正她整個都是亮亮金蔥的東西 我想說 有點像彩球的那種 不知道Seline的衣服 男生會買嗎 我真的充滿了問號 我跟你講 Seline的衣服 Seline的東西 只有在賣包吧 而且都是女生在賣 Seline的包其實蠻好看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 好像是主打皮件類 可是他們的衣服 感覺好像都沒有 沒有什麼人在買 對 大家好像都想買她的皮包 或是包類 她的包真的很紅 那包好看啊 因為我同事最近也買了 但包不便宜 小小一個也要十萬 可是當時你知道我們有一個朋友 Ryan嗎 他那天我不是分享的 就是Seline的衣服 我說 這真的是要有搖滾人 或是嫌棄的人 才能穿的衣服 然後那個Ryan就密我 他說 那我可以嗎 我說你不行欸 我說 你現在的體型 也不適合這樣的衣服啊 因為我覺得他的體型要偏瘦 他硬要把他自己 他說 那以前我瘦的樣子可以嗎 他就把他的照片丟過來給我看 然後我就說 你以前偏油 你適合是很油條的衣服 就這樣有點牛郎感才適合你 但我覺得Seline好像偏有點 就是獨立搖滾樂團的人才適合 然後他就很生氣 可是你要跟大家形容一下Ryan的長相 Ryan長得有點像日本男公關啊 我形容的沒有錯吧 算了他也長得有點像戴茲穎 但是男生 對有人說他真的長得像戴茲穎 也有人說他長得像丹妮表姐 我覺得比較偏像丹妮表姐 他今天跳的這一集會不會生氣啊 而且他的體型是偏厚 他不是那種乾扁型的身體 沒有他以前是乾扁型的 有嗎 他以前我認識他很乾扁 他現在很厚耶 他現在厚 就是穿Seline不好看啊 Seline就是一定要紙片人 紙片人才能穿 我也覺得你要紙片 因為他男模都已經紙片到不行 那你覺得有哪個藝人可以穿他這套衣服嗎 我覺得台灣很難耶 我想到一個樂團 瘦敬騰也許可以 瘦的瘦敬騰可以 還有那個傻子與白痴 傻子與白痴的主唱 蔡惟哲 我覺得他有機會 撐得起來 他可以耶 因為他最近穿的東西其實蠻接近那個露術 有點華麗搖滾的感覺 對啊 還有我覺得大陸有些藝人好像也蠻適合的 可是大陸很容易就是一個過頭 就會油掉 大陸很容易過頭 好啦 反正我覺得Seline的藍裝真的好難傳喔 對 反正Seline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搜 看一下 他沒有實體走 他是走影片啊 就是那種自己拍影片 他不是請觀眾到現場看的秀這樣子 但我覺得Seline他的一貫就是音樂超好聽 他的那個設計師真的很會選音樂 他音樂品味就好到不行 他從我以前到現在就音樂品味都好到不行 因為他特愛搖滾 所以他這一次也是搖滾樂 然後等一下我們片尾可以放一下 就是 給大家聽 聽一下這首歌 超好聽的 然後我們現在來聊 就是我最愛的兩大品牌 好那先聊哪一個 Vitaman 好那我們先聊Vitaman Vitaman的話 你覺得怎麼樣 我先問了意見 其實他 就是現在很主流的衣服啊 就是他這一集 其實他現在走的不是Vitaman 他現在走的是VT-MNTS 算他的支線 然後他這一季也是走男裝 但我覺得他這次的衣服 我真的把他逼得很緊 不是 怎麼樣想要逼得很緊 因為他今年的衣服 就是整個都要露腰啊 因為現在就是很流行低腰嘛 就是不只低腰 是你低腰褲 然後加露腰上衣 就是短上衣配低腰褲 就是你想像是一個男生 穿小可愛的概念 對你就要露出你的腹部 對 然後因為他每個model 其實腹肌都很明顯 他真的把大家逼很近 他到底想要 大家要練腹肌練到什麼樣子啊 而且他最性感的是 他的低腰褲 要配中空的內褲 就從後面看起來 後空褲啦 後空褲 就是要配後空褲啊 對 然後不然就是 就是那種有 很性感的內褲就對 露出內褲頭 丁字褲嗎也算 對可以 他真的把大家逼很近耶 現在潮流男怎麼辦 他怎麼有辦法這樣穿啊 潮流男沒有在 潮流男應該不會穿成這樣好不好 潮流男應該 沒辦法露腰吧 反正就是 而且他現場的秀啊 那個model都走無比快 超快 到底要趕去哪裡 我只能說 就是 他們很幽默 可是我 那個model就走超快到不行 然後就是 大家就給他超多梗圖的啊 趕在上班前要壓線時間 進公司 的我 或是什麼 或是什麼 那個什麼 趕著下班的我 對 對 就是各種梗圖啊 對啊 反正就是很好笑 他真的很趕耶 到底要多趕啊 model就是用 就是用 他也不是跑 他是用快走 但是 就是真的是最快的走 真的是快走耶 現在很多人在公里要跑步 但他不想跑 他是用快走的概念 對 對啊 蠻有趣的 你喜歡這季的維特蒙嗎 哦 我喜歡啊 因為我一直是他 就是很關注的品牌 他有什麼單品比較厲害的嗎 很短版的羽絨外套 我有 我個人有一件 你有嗎 但我沒有那麼短 他人是真的短到已經就是 胸下了 就是 胸 就到胸而已 對啊 對 好像 其實他衣服其實看起來蠻實穿的齁 蠻實穿的 但其實是好看的 對 是好看的 扣除就是要讓我大肉腹肌這件事情之外 好啦 那Vitamin就 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去看 他不是Vitamin 我在講 VTMNTS OK Balenciaga Balenciaga 這今年真的很精彩耶 這一季真的很精彩耶 Balenciaga 我只能說 他真的 很瘋 很瘋 又很幽魔 但其實因為好像這次 他我一個朋友說 他其實是天時地利人和 因為他其實本身就是一個烏克蘭的 就是 他好像不是烏克蘭人 他不是嗎 他不是 他是東歐人 但是我忘記是哪個國家 但是他小時候也受過 壓迫 好像不知道是俄羅斯還是什麼 也是有 就是打仗 所以他也是難民 然後他是用難民的身份 跑去德國 真的喔 所以他有經歷過難民的身份 喔 所以他這次的 無惡大戰 他非常有感觸 因為他讓他想到 他小時候 逃難的時候 可不是聽說他一開始 本來不想辦這場秀的嗎 對他一開始其實 秀前 秀前 他有發了 秀前幾個小時 他有發了一個聲明 他說他本來其實 沒有想要辦這場秀 然後因為他就是以前的傷痛 就是討難的傷痛 就是一直生生烙印在他的心中 但是後來他還是決定要辦 因為他覺得他如果取消這場秀 就表示他像就是二勢力屈服了這樣子 所以於是他還是堅持就是辦了這場秀 喔 然後我們形容一下他的秀場好了 他的秀場就是冰天雪地 對就是冰天雪地 他是360度的一個 像一個圓球的概念 你把他想像成一個冰宮吧 對 然後觀眾們都被 就是都坐在那個 透明的玻璃外面 玻璃外面 然後model就在裡面走 然後裡面呢 就是各種風霜啊 就是整個暴風雪啊 就裡面這樣一直拍打在model的身上 我先形容一下 一開始他的秀是從小雪到最後的暴風雪 他一開始走出來的時候 那個音樂其實是比較柔和鋼琴 對 然後model走的比較慢 然後就是雪是慢慢就是小小的飄 結果越走到越後 那個後來某一段就變電子樂 就是那種很快速節奏電子樂 然後那個雪就變得無比的大 大到怎麼程度呢 就是從頭到尾其實你根本看不到衣服長怎樣 就是那個風大到說 那個衣服完全是貼在身上 你懂嗎 那個形狀全部都扭曲了 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衣服長怎樣 而且又非常的霧 所以他的衣服又是黑的 所以就是黑成一坨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啃 超鬧的啊 最好笑的是他其中有幾個model也超好笑的好不好 我先形容一下幾個model好了 有一個model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一個女模 他穿的類似那種白色的 他是look第31套 他穿的全白的那個什麼東西啊 那個啊 皮草 算皮草 然後他一走出來那個女模 就很像是老娘剛喝完 喝完酒但我沒有醉不要服我 對 然後他一直這樣 這樣走法 我有看我這個大笑耶 想說這個老娘真的是 很幽默耶 他很幽默 他就穿一個全白的皮草這樣 他走路就是一直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就想說他上秀前是刻了什麼東西 對啊 真的很鬧 他走秀超好笑的 反正 就是還有一個 你要形容一個 他 因為你知道百年殺感他很喜歡用老臉model 所以其實有很多model其實都是老人家 然後有一個model是 就是頭髮被吹得很散落 你記得他嗎 我記得啊 這女的超好笑 因為百年殺感他們的model很喜歡把他用的很絲髮 然後絲髮就是看起來又蠻狼狽的這樣的感覺 就是因為他風霜太大 所以他整個就是 然後風又一直狂吹 所以他們那個絲髮就整個就是狼狽到不行耶 就是整個你知道絲髮然後就是一絲一絲就 頭髮感覺已經很少 然後就被吹開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要多狼狽 那看起來很油 好像就是我差不多五天沒洗頭那種感覺 對 要多狼狽 就是很慘耶 好好笑喔 然後還有這個啊 因為他這一季有一個就是提著垃圾袋這樣子 垃圾袋包 垃圾袋包 就真的很像垃圾袋 然後就有一個 這算是難磨 然後他就是走路已經走不動了 他就是風大到說就是已經沒辦法走了 就是在踏一步他可能就要跌倒 他就是很盡力的再往前走 就好像在暴風雪拿著垃圾袋去丟 對我想說 天啊 這是 這是整整model耶 而且他們這一季的男生啊全都穿高跟鞋 對 都是穿那種過襲高跟鞋 然後真的是有根的 細根的 對 是蠻時髦的啦 可是又在這種雪地裡面走真的是 而且這樣他每個model都戴墨鏡 然後又風花雪 然後就你會覺得說他們應該都是盡力就是在看路吧 但他們竟然都沒有跌倒我覺得蠻厲害的 沒有跌倒 所以他們很跟著啊 你會發現很多model都已經雪大到他都走不動 因為後面這個風真的吹太大了啦 那大到就是他們真的是寸步難行這樣子耶 對 還有一個就是一個男模是包著你知道圍巾 就浴巾 然後只穿著小內褲 對小內褲類似單車褲這樣子 沒有是內褲 反正就是只包浴巾然後穿內褲出來 嗯 然後就一被做成各種梗圖啊 比如說有我朋友上我們就IG有po說 在泳池沒有看到菜的我 三彎卵沒有看到菜的我 我是形容他什麼東西 我忘了你是形容什麼 我說他看起來好窩囊喔 對 我說好窩囊的我 對 然後就是那個 我跟你講我畫 看起來很冷 對看起來很冷 然後我一個朋友他就說 可是他下面看起來很大寶耶 OK 我是沒有看到 想說你們這些人到底眼鏡放在哪裡啊 很莫名其妙耶 可是他真的看起來好窩囊 因為他就是披著那個白色的袍子 這樣走出來 對 然後覺得好慘喔 到底要多冷 反正大家就是可以去看看這場 但是這場秀其實在 就是我目前看的幾個 時尚雜誌都給他非常高的評價 因為他除了這場秀是有 比較有意義之外 因為他身為一個受難者設計師嘛 所以他就是 在這次烏二戰爭他非常有感觸 所以他就是在秀場的那個椅子上呢 就是每個進去的賓客 他都會放了一件T恤就送給你們 嗯 然後那T恤就是黃藍鄉間的 就是 配色 烏克蘭國旗的配色這樣 對啊 然後特地設計的這個T恤 然後給大家 很多人就是 當場就換上了一件T恤 坐在那邊看秀這樣 這樣 算蠻有意義的啦 對 然後秀場的最後呢 最後兩個model 這兩個model也是他最常用的兩個model 就幾乎每一場秀都他們兩個 一個穿黃色 一個穿藍色的那個服裝 就是代表是烏克蘭國旗 喔 因為其他 他其他衣服就是黑跟白而已啊 因為這場秀 就最後很多人 IG上 看秀人都有拍他們兩個的合照 嗯 就這兩個model的合照 就是國旗的配色這樣子 嗯 算蠻有意義的啦 對 然後人家說他 就是這場風花學 就是代表他 那個時候他逃難的時候的 場景嗎 不是場景 可能就是他的心情 或他的歷程 可能 因為他都不會解釋他的設計 所以 人家揣測說 這可能真的有可能是他經歷過的場景 喔 就那些包 我剛剛不是有講包裹著 就是只穿短褲的那個 樣子 就是 就是那個在泳池找不到菜 那他提垃圾袋咧 就是 逃難啊 逃難啊 逃難就是可能 你就只能在家裡 隨便抓個垃圾袋 你就只能這樣逃出去啊 而且 所以model都很狼狽 你怎麼可能用得很漂亮 因為你知道逃難 難怪我就說他有五天沒洗頭的感覺 對就是逃難啊 就是大家要提 鐵垃圾袋啊 然後就是 逃難然後風霜又很大 然後大家要走又走不穩 因為可能很餓 我沒吃東西 所以就是 真的耶 所以這場秀算是蠻有意義的一場秀 對 他就是展示給大家看說 這就是可能我們 戰爭後 會發生的這些事情 就是 這麼的殘酷 對 但他們還是很時髦 對他們很時髦 但是就是你真的都看不到衣服長怎樣 因為其實這場秀 大家都覺得可能衣服 都已經不是重點了 就是他想要表達意義 這倒是真的啦 對 因為 因為衣服本身說實話 設計感 因為衣服 你就直接去他 到時候他這一季出來 你就直接去他櫃上看 就是那些衣服 你就可以看到的本尊 但如果回歸到衣服設計裡面 你覺得呢 嗯 就是北人塞嘎 就是一貫他的東西 看得出來是他 但我就覺得這場秀是好看 但衣服本身就是 你又是會說他沒有突破對不對 對 因為他就是北人塞嘎 他每次的突破 可能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那些東西不一樣 但我還是會給這場秀很高的評價 因為我個人是 喜歡看到這麼有爆點的 秀 對 然後題外話 我要講說 那個金卡戴衫呢 也有去看這場秀 他很幽默 我真的說他很幽默 因為太多人拍到他 他就是 就是他穿了 好形容一下 他穿了一件 秀上有出現的繃帶裝 但後來發現那不是繃帶 他就真的是膠帶 對 我剛才一開始 那應該是繃帶裝吧 而且那個膠帶就是那種 你知道 黃色的 風箱膠帶 然後印的Balensiaga Logo而已 真的有 他們Balensiaga的 員工在幫他貼 我有看到啊 那個是真的膠帶 他就穿了一個胚胎衣 然後就是用膠帶在那邊 幫他繞起來啊 就把他繞得很像木乃伊 然後導致他走路會場的時候 走路就有點走不動 因為你知道包很近 然後因為關節的地方 都不太能彎 所以他走路的時候都非常的僵硬 坐下來的時候都很困難 就是他坐下來的時候 我都就是 你知道就是微微的一種 不太能坐 我在想他就是 裡面就已經大冒涵了 因為不透氣 對啊 然後看完這樣 他絲枕都跑出來 可是我記得他很厲害 他有一次穿了 EAZ 他自己有出 那個肯依衛生 跟他交往的時候 他有出了一雙高跟鞋 是全透明的 他穿那雙鞋上街去逛 被狗仔拍到 他腳完全沒有霧氣 一點霧氣都沒有 我覺得超強 他是有去開刀啊 對啊 那時候我就想說 他是不是有去打肉毒 就是上街前可以有去打個肉毒 為什麼是要打肉毒 因為你說說排 止汗的話可以打肉毒啊 是這樣子嗎 嗯我有聽過 所以他先把自己先打完肉毒 再穿那雙鞋上街 對 如果你有手汗或腳汗過度 你就可以去打肉毒 有這個傳言 不是 所以是真的有醫學 真的嗎 因為以前是割汗線 但是你割了手的汗線 他會從別的地方流 更煩 如果可能是從屁股或是腋下 但打了不會 打了不會嗎 打了你要持續打 你打了就要 那你汗到底往哪邊流 他就不會流啦 因為打的話 不可能 他一定會從其他地方排 會 他不會 你自己可以Google 我記得我上次上網看 他說打肉毒的話 就是真的 就 我不相信 下禮拜我到時候 等一下去調查出來 會好 真的啦 我是上次看 而且是有一個整型醫生 好像上 上一個節目講的 這麼奇妙 對 我上次看到的 好 那我再研究一下這件事情 反正 大家也可以去搜金卡帶三 去看這場秀的那個畫面 我覺得也是很幽默 對啊 就整個被貼滿的那個膠帶 就整個被貼滿的那個膠帶 好囉 那我們今天節目也差不多到這邊囉 每次我都很想說要講什麼 你就突然來個 不要 就差不多了 結果結尾都如此的突然 一定要的啊 反正最後要放一首歌給大家聽 就是我們剛剛說 Seline她非常好聽的秀場音樂 她的秀場音樂 對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節目 給我們五顆星留言 她幫我們分享喔 然後有什麼趣事也可以 跟我們講 那我們下次見囉 會跟我們的討論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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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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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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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